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我的养生频道 俗话说得好,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 在春季里,我们不妨选用硬系,硬食,破土而生,破皮而发的植物之芽,苗及嫩质 它们不仅肥硕鲜嫩,而且可以促进阳气生发,顺硬实令,帮助我们预防一些常见的疾病 豆芽就是各类蔬菜中的首选 豆芽也称芽苗菜,是各种古类、豆类、树类的种子培育出可以食用的芽菜 品种丰富,营养全面,被人称为活体蔬菜 春季吃豆芽好处太多了 一,缓解春困,消除疲劳 春天总是无精打采,哈欠连天,大家把这称之为春困 春困不是病,只是人体生理机能因季节转换,气温变化而发生的一种生理现象 它虽然是自然形成的暂时生理变化 抗癌管家,我们一起抗癌,治愈癌症不是猛 但对工作和学习的负面影响却不容忽视 而黄豆发芽后,天门冬粒酸急剧增加 所以,人吃黄豆芽能减少体内乳酸堆积,消除疲劳感,缓解春困 二,保护血管,补气阳血 一个冬天的进步导致了人体容易因虚火旺 而且体内堆积的油脂过多 黄豆芽具有清热明目,补气阳血 防止毛细血管,出血和减低胆固醇,保护血管的作用 而黄豆经过发芽之后,营养丰富,又含有三食纤维 很适适合早春使用 早春也是维生素缺乏的季节 尤其是维生素B2 多吃黄豆芽恰好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黄豆芽具有清热明目,补气阳血 防止牙齦出血,心血管硬化及降低胆固醇等功效 三,清热润肤 豆芽能清新卸火,清热除烦 能够消除血液中的热毒 适宜于容易上火的人事食用 中医认为,黄豆芽胃干,性凉,入皮,大肠筋 具有清热力湿,消肿除臂,去黑质,润肌肤的功效 对脾胃湿热,大病逆节,高血脂均有食疗作用 春天风多,气候干燥 建议小伙伴们吃点黄豆芽可以避免内脏上火,清新养生 四,健脾生发阳气 豆芽比豆类更适合健脾化湿 尤其对于身体本身比较弱的人来说 直接吃豆类可能吸收不了 吃豆芽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芽菜有助于生发阳气,适合春天食用 同时芽菜还有清热力湿的效果 和虾搭配更好地发挥虾肉奔羊的功效 五,蔬肝解育 这个时节可以多吃春季发出来的豆芽 有健脾化湿,从而生发阳气的效果 春季吃豆芽可以蔬肝解育的作用 对于肝气预制的斜痛或胃碗疼痛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六,防感冒,助生长 人在春天一发生病毒性感冒 因此,春天吃黄豆芽还能增强人体抵抗病毒感染的能力 黄豆芽富含维生素B2 在维生素B2缺乏症多发的季节 多吃黄豆芽可有效地防治维生素B2缺乏症 而且,黄豆芽富含维生素C 对生长发育,预防贫靴等都有好处 冬季寒风嗖嗖 防治感冒除了在饮食下手外,还要多运动 这样,才能增强你的抵抗力,强力抵抗疾病 春季试吃豆芽最好的时间 豆芽里面的营养价值很高 具有清热明目的功效 同时也可以预防贫血 每天坚持吃200克豆芽,对身体有好处 吃绿豆芽的好处都有哪些呢? 一,能够清热明目 豆芽具有清热明目的功效 只要经常吃豆芽就可以去除火气 缓解肝火旺盛 同时也减少患伤疾病的产生 比如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 另外,吃豆芽能够预防缺铁性贫血的产生 为身体补充足够的血量 二,可以减肥 绿豆芽里面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属于低热量、低脂肪的食物 适合于减肥人群 对于减肥的人群来说 可以把豆芽和醋搅拌在一起服用 能够分解脂肪 中医认为绿豆芽性凉具有解毒的功效 尤其是绿豆发出来的芽 清热、降火功效是非常显著的 三,具有促进排便的功效 绿豆芽里面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适合于便秘的人群 膳食纤维不容易被人体消化 以及吸收 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 从而加快排便 为了减少毒素在身体里面的堆积 绿豆芽在发芽的过程中 会产生维生素C和维生素E 具有美容养颜的功效 防止黑色素的沉积 除此之外 绿豆芽里面含有大量的矿物质 比如典甲、钙磷等 能够全面地为身体补充营养 除了黄豆芽和绿豆芽 市场上还逐渐开发出了黑豆芽、豌豆芽等新品种 功效也是不尽相同 黄豆芽和绿豆芽比一比 一、绿豆芽 热量 绿豆芽比黄豆芽更纤细 它的热量只有黄豆芽的一半 并且脂肪和碳水都比黄豆芽低 所以绿豆芽更适合减肥的朋友吃 营养 黄豆芽的蛋白含量是绿豆芽的两倍多 甲含量高达绿豆芽的五倍 因此 黄豆芽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口感 绿豆芽口感软 黄豆芽清脆 二、黑豆芽 黑豆芽含有丰富的钙、磷、铁、钾等矿物质 及多种维生素 含量比绿豆芽还高 尤其是维生素C含量较高 还含有花青素 四、弯豆芽 弯豆芽具有清热解毒 利尿消肿和止痛止泻的功效 经常食用 晒黑的肌肤就可以得到修复 我们的皮肤也会变得清爽不油腻 五、酒黄 即酒黄 是酒菜经过软化栽培后变黄的品种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维生素A、维生素B2和钙、铁、铃等矿物质 具有趋寒散淤、增强体力和增进食欲的功效 中医认为酒黄新温卫星具有很好的补肾效果 一个指标挑豆芽 大家都在买豆芽的时候有一个判断标准往往是会被忽略的或是不了解的 那就是考量豆芽的长短 一寸左右的豆芽营养价值最高 以绿豆芽为例 其维生素C含量高时 每500克可达100毫克以上 低时却只有30毫克 一、绿豆芽生长到1寸左右时营养价值最高 每500克维生素C的含量可以达到180毫克 二、绿豆芽超过1寸之后长得越长 维生素C的含量越低 三、绿豆芽超过3寸时 维生素C的含量每500克只含30-40毫克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 那是因为 一、豆芽属于芽菜类 是豆子发芽后形成的 比起发芽前的豆子 豆芽不仅外观发生了变化 营养价值和营养利用率都发生了变化 而且是有所增加 二、豆芽的维生素含量不稳定 干豆基本不含维生素C 而豆芽的维生素C含量却非常丰富 但其含量不稳定 含量高低相差很大 所以如果能够自己动手 生豆芽就更好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可以看到更多的养生视频 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是小影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